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父母有没有教你们, 入住酒店的时候,一定要先敲门, 空知其他界别的朋友,你会在这里暂住一晚呢? 今天我就会分享一个个人的亲身经历, 亦因为这件事,我由以前对灵异事件, 抱有一个批判和怀疑的态度, 但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就转为真心相信, 这个世界上,真是有他们的存在。 今天我就没有配装思路和你们分享了, 不如我分享一宗疑似灵异事件给你们吧! 我个人可以100%保证, 以下这个事件的每一个细节, 都是真实发生过在我身上。 话说我几年前,经常都要去外地出差, 有一次我就要半夜出发去机场, 所以前一晚基本上是没怎么睡。 你知道啦,去到机场又要等,又要check in。 搞了一大轮之后,终于可以上到机了。 去到目的地的时候, 对方公司的接头人已经在机场等着我们了。 我们一下机之后,马上就去对方公司开了整天会。 然后搞了整天, 去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终于都搞定所有东西了。 所以做完东西之后,我们两间公司的人就一起去吃东西。 做完东西,吃完饭, 去到酒店那时, 差不多已经是11点多了。 由于我下机之后, 是没去过酒店, 直接就开始做事。 做了整天之后, 加上要做起床, 再加上前一晚没什么睡过觉。 所以那时候我真是超级累。 我在酒店大堂check in 完, 趕快收拾所有东西就上房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累, 还是经过一天的工作之后呢, 整个人好像温温顿顿。 平时我很肯定自己进酒店房的时候, 一定会先敲一下道门。 但今次我竟然没有敲到道门, 直接就进去了。 这次可以说是我住酒店那么久以来, 第一次没有敲门就推门进去。 其实当时我推开了道门之后, 我已经马上意识到, 咦,原来我没有敲门。 然后我就成个傻子, 自己闪到门, 然后再敲敲他, 说我进来了。 进到房间之后, 因为实在太累了, 所以我就立刻放下所有东西。 之后我就趕快走入洗凉房那里洗凉, 然后就躺在床上等睡觉。 那时候应该是11点半左右。 我现在就讲一下那间房的位置分布。 房间中间就是一张大床, 我就躺在床上。 我右手边是一幅墙, 床后面就是洗凉房。 我的右前方就是大门进来的那条走廊。 我躺在床上那时, 是看不到走廊的位置。 而这个走廊, 即是洗凉房对出天花板那里有一个感应器。 当有人在那个位置下面的时候, 那个感应器就会嗶一声, 然后洗凉房那盏灯就会自己亮起。 而床的正前方就是一个长型的电视柜, 当时应该是在播一些电影。 床的左手边就是一个床头柜, 桌灯,窗口和电动窗帘。 那时我已经睡在床上, 一段时间等着睡觉了。 突然之间, 整间房的灯和电视全部都关掉。 是一点光都没有, 黑到伸手不见五指那只。 基本上是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 老老实实, 那一下我真的被他吓一吓。 但是过了半秒之后, 我很快就冷静下来了。 我心想, 吓我不了的, 停电而已。 这里整天都停电。 就当我打算起床的时候, 灵异的一刻就发生了。 突然之间, 整间房的所有灯都在闪。 是全部的灯。 而且他们闪的时候, 不是全部跟着同一个频率去闪。 即是有些灯它是闪得快点, 有些灯又闪得慢点。 同一时间那部电视又亮起了。 但是它不是在播正常的电视节目, 是在播一些说话。 我可以1000%地告诉你, 当时发生的情况, 是跟我现在所说的一模一样。 绝对没有半点夸大的成分。 我当时心想, 不是吧? 为什么这么像80年代那些港产鬼片? 老老实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想, 就是80年代那些港产鬼片。 当那些鬼要出来的时候, 灯一定是猛闪闪, 电视一定是在播雪花。 老实说, 我以前觉得这些桥段很假。 还有一些滑溪。 我以前会觉得那些制作人, 是不是想不到什么样子, 表达那些鬼怎么出来? 所以就用这种这么滑溪的方式, 我当时心想, 不是吧? 难道以前, 人家拍电影的东西全部都是真的? 虽然那一刻我好像想了很多东西, 但其实现实应该是过了两三秒。 当时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灵异事件, 因为我觉得一定是时刻松了, 一定是。 所以我就决定下床去看看, 就在我想下床那一刻, 另一件灵异事件就发生了。 你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说门口进来, 走廊的天花板上有个感应器?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感应器就突然叮了一声。 之后他就不停地叮, 叮, 每隔两三秒他就叮一下。 因为当时我躺在床上的角度是看不到走廊的。 我心想, 除非是有东西站在那里, 如果不是感应器应该是不会响的。 难道真的有什么东西站在那里? 那个时候房的灯还在闪闪, 之后电视又不停地播放雪花, 感应器又不停地叮叮声。 那一刻其实我真的有点咬响, 因为我在想, 会不会真的有东西站在门口呢? 但老实说, 都没办法的, 因为不管你是想走路, 还是想看一张时刻有没有问题, 你都一定要走到那个位置。 所以那时候我就坐在床上, 慢慢地伸个头出去, 看看门口那里是不是真的有东西站在那里。 谁知道一看, 发现真的什么都没有。 之后我就立刻走到床, 然后去到时卡的位置, 拔一张时卡出来。 但一张卡拔它出来, 灯还在闪着, 电视还在播放雪花, 我头顶的感应器还在逼我。 之后我反复地把那张时卡拔出来又插回去, 但情况也没有改善。 之后我就想, 会不会是灯键坏了。 所以我就尝试关掉所有灯键。 但最搞笑的是, 关掉所有灯键后, 那些灯还在闪着。 之后他还做了一件新的东西玩。 就是那个电动窗帘, 不停地自己放下来, 然后又拉上去, 然后又放下来, 然后又拉上去。 其实那一刻我除了觉得有点搞笑之外, 我还觉得有点生气。 因为我真的忙了一整天, 已经很累了。 我那一刻的心情真的不知道很生气还是好笑。 但是我想起IT同事, 整天都说一句话。 蛤? 你轻机啊? boot那部机去吧。 于是我就拿起一张时卡, 走出房门外面, 再关上门。 之后我就说, 不好意思, 我刚才忘记敲门。 我来工作而已, 很快就走。 大家走个方便吧,好吗? 之后我就敲一下门, 然后说, 我进来了。 接着就插时卡, 推门进去。 当我再次推门进去的时候, 我发现房里面所有东西都关闭了。 灯没闪, 感应器没必, 窗帘也没移动。 时卡插进去之后, 突然之间所有东西都变回, 一切又回复正常。 我记得当时我站在房门口, 好几秒, 我心想, 蛤? 其实是不是要换房呢? 但那时已经12点多了, 我已经很多个钟头没睡过, 睡魔都是战胜了一切。 我心想,不如先进去看看吧, 如果没有事发生的, 趕快睡觉就算了。 别搞那么多了。 结果真是所有东西都回复正常, 也都再没有其他奇怪的事发生。 而我亦都很快睡着, 还一觉睡天亮。 最恐怖就是, 我在这间房里睡了三天, 都没有转房。 而这三天, 就再没有其他奇怪的事发生了。 但当我之后再入住这间酒店的时候, 我都一定跟职员说, 我不要506号房啊! 喂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like and share, 留下你们的建设性留言。 还有subscribe我这个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下次有新片, 你们就会立即第一时间知道的啦。 其实呢, 我一向都是一个, 喜欢研究古灵精怪事物的人来的。 什么古文明啊, 外星人啊, UFO啊, 陰謀论啊, 我全部都有涉猎的。 唯一不敢兴趣的呢, 就是那些灵异事件。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这个世界是有鬼的存在的, 但是感觉它们好像离我们很远的。 当时我觉得, 外星人啊, UFO这些呢, 比较实在少少。 起码你觉得它们有实体嘛。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这个世界是有鬼的存在。 但是我会觉得, 啊? 不关我事的。 就好像你知道这个世界, 其实是有平衡世界的存在的。 但是你不会觉得你是接触到平衡世界里面的那些人咯。 起码我们有身之年不会接触到先啦。 但是自从这一件事之后呢, 直接开启了另一道大门。 由以前我是质疑它们的存在, 又或者觉得它们干涉不了我们这个世界。 到现在我是完全相信它们的存在, 而且是绝对可以干涉到我们这个世界。 也由那时候开始, 我的研究项目又多了一项。 就是那些灵异事件啊, 骂鬼传闻啊。 虽然我真的很喜欢研究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但是我都不是一味相信的。 通常呢, 我都是用科学角度去解释先的。 如果解释不到的时候呢, 才会用这个神秘学的角度去看。 其实这件事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时刻应该是接触不良。 所以那个电源的接触点, 才不停地又开又生, 跳下跳下这样。 才会令到那个房灯呢, 不停地又开又生又开又生。 还有我试试将那个灯键关闭, 但是最后变了个电动窗电不停地在这儿移动的。 其实我那时候在想, 会不会是这间房的电路亂了, 所以灯制的电源, 就转到那个电动窗电那里呢? 但是这件事实在有太多巧合和科学解释不到的地方。 首先我住酒店呢, 一向都有敲门的习惯。 今次是我第一次, 亦都是唯一一次不记得敲门, 就发生了灵异事件了。 而且亦都解释不到为什么我走出房门外面, 敲一下门, 再进回来又完全没有事发生呢? 如果你说我拔了一张时卡, 令到所有东西都关掉的话呢, 其实我在房里面的时候已经试过好几次了。 但是东西都是不停地闪闪。 而且如果以电路有问题去解释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令到每一眼灯, 都以不同频率地闪闪呢? 还有电路亂了, 是不是可以令到那些灯键的电源连到窗电那里呢? 这些真是要熟悉那些电工、机电工程的朋友才知道。 以前的朋友在说鬼故时, 我经常都会想, 哇,是不是这么夸张啊? 会不会是这样啊? 但是经历过这一件事之后呢, 我才亲眼见过, 原来这些所有东西都是真的。 令我真真正正相信, 这个世界真是有鬼的存在。 有些朋友听完我说这个经历之后呢, 他们都会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电影, 有鬼出来的时候那些灯会在那里闪?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拍? 一定是有人经历过才拍得出来的嘛。 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呢, 那些灵界的朋友, 其实是能量体来, 或者他们是一种波长来。 所以如果他们要干涉我们这个世界的物理法质, 其实是比较困难。 但是如果要干涉同样是能量体的, 电啊, 大气啊, 声音震动频这些,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当然, 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一些法力高强的, 要干涉我们这个世界的物理法质都不是做不到的。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以上我所说的所有东西, 都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现在不管别人的鬼故说到多么夸张, 我都不会太过质疑他们。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要你亲身经历过, 你才知道他们原来都是真的。 虽然整件事我都没见过灵界的朋友出现, 但是当我说给其他朋友听的时候, 他们都跟我说, 其实你时运高。 如果像你当时这样的情况, 你时运低的话, 是一定看到他们出现的。 所以这个经历, 我都不知道自己算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虽然我是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灵异了。 其实我还经历过几宗疑似灵异事件的, 都是在我出差的时候和小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发生的。 不过我就不会每个星期都说这些个人经历的。 如果迟些没什么拍, 又或者迟些又有另一个时间需要一些过度性质的影片的话, 我才再拍给大家啦。 今天为什么我无端端说这个灵异经历给大家听呢? 因为我见Division TU12已经全部拍完了。 已经是没什么好拍的啦。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频道除了是拍打机片之外, 还有拍一些神秘学的影片。 所以这一条影片可以说是一个过度性质, 要来衡接这个Gameplay片和神秘学影片中间的一个桥梁。 下一条真真正正讲神秘学的影片已经在筹备中了。 还需要少少时间去解决一些问题。 希望可以快点整完就给大家看啦。 各位观众, 不知道你们又有没有经历过灵异事件呢? 你又觉得我这一件事可不可以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呢? 如果你又有经历过灵异事件, 欢迎你在下面的留言里, 告诉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下。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